因為我是剖腹 所以我大概知道我的狀況 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嚴重 可是因為我是刀子一切 切下去的時候 小朋友拉不出來 總共在前前後拉了四五次 通常是三分鐘 小孩子就可以拉出來 我拉了二十分鐘拉不出來 然後拉到最後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到 然後再來一次 砰 然後血就飛上去 這個妳都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因為它前面不是隔一塊布嗎 但是它的血 我的血 我的胎盤加 可能自己的血水 羊水 就飛到那個上面 那個手術燈 然後又再試一次 又再拉那個吸引器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的血 又整個飛到牆壁上 又再拉一次的時候 麻醉是在我身後 麻醉是整個半年 都是我的血這樣 然後我就說 哇 這現在狀況 好像有點緊急 然後麻醉是就趕快 先把血處理掉以後 換個衣服以後再立刻回來 就說媽媽不好意思 媽媽辛苦了 然後我就聽到 不知道是 護理人員就打電話上去 跟我說 什麼小兒康的醫生 現在主任在嗎 然後主任不在 那叫Leader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 現在狀況好像又 就是緊急了 好像是緊急了 有點可怕 然後就說 那現在又再叫 另外一個護理人員 又再叫兩個護士進來這樣 所以本來手術室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 突然間就靜靜出 變好多人進來 然後本來之後 大概一個人 還兩個人壓著 我肚子變四個人 然後結果 什麼小兒科的醫生 也進來了 大家來看我的狀況 然後前前後弄到 大概拉了四五次 二十多分鐘後才 砰 我就聽到 那個小朋友的哭聲 他們說 終於出來了 醫師這樣聽起來 他那個胎位有不正嗎 他胎位正 所以他才能正空隙 他說我的小朋友 頭太大 因為我 妳是大頭啦 我會特別 因為我的小朋友全 大頭太強 我不是因為他的頭大 大概兩三週 我自然才會生不出來 然後醫生一生出來就說 真是個大頭妹 二十 才兩天七百公克 怎麼會有三天七的頭 對 終於老公大概大頭吧 是 頭很大 醫師 醫師就厲害 這個症狀給他一講 他就是頭大 所以我的血就真的是 我當時覺得很像恐怖片 因為血一直飛 一直飛 還噴到我自己的臉 以後建議 結果像你這個客戶的話 應該是不要讓他耳朵 就像那個電影一樣 是給他聽音響 對 像金牌客戶聽到嗎 對 對 他要戴眼罩 太可怕了 對啊 他完全聽到 他自己想要看 我想要看 因為他 醫生就說 就跟我抱歉 那你先生有在旁邊拍嗎 沒有 不能 因為剖腹不能 剖腹不能 對 不能進去 然後醫生就說 王小姐真的很抱歉 他從醫以來 沒有剖腹剖這麼久 然後麻醉師說 對 王小姐 我也是參加手術 就是這麼多次 他也沒被人家噴過臉 通常我們只有開心臟手術才會 剖腹也是第一次看 血噴成這樣 說你辛苦了 沒有啦 兩隻稍微比較扯 是呀 是呀 被騙了